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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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于这首歌的话 我们从前面开始看 前奏它的最后一个过门 就是第14个小节的地方 那个过门因为它有一些就是手脚 协调的地方 它有用到就是两个Tom 然后你要去编排它的手脚 支起顺序不要打结 所以这边比较需要注意一下 主歌的地方 因为它的偶速小节会有右手在嗨嗦上 然后左手平常是在Rune Stick上面 就是打小鼓框 偶速小节的地方会需要右手移到 就是Tom上面去打 一个算是小过门 那回来的时候就是右手回到嗨嗦上 就是要注意就是 不要因为距离很远 所以回来那一下力道就特别大 这样 所以要注意一下嗨嗦的力道 就是小过门完之后回来的力道 副歌后面 肩奏的轮毂的那一个part 那个地方的话 就是其实跟我们平常打点的练习差不多 就是这边的节奏有用到 双点然后轻重音 所以要注意一下就是跟我们平常打点一样 就是要注意它的力道控制 然后还有双点的点要干净清除这样子 然后这一段轮毂的part 它的中间有一个过门 那过门完之后的后面两个小节 它的重音的点位置不太一样 所以在打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它的节奏会跟其他的段落不一样 轮毂的part 完之后后面那段对点的节奏 那边因为前面会有三个大对点 就是三下的crash 然后第三下要把 就是抓拔拔 拔闷住 那如果觉得时间比较赶来不及的话 可以省略就是不要拔闷住 就是三下打完 然后打顺就好 然后后面 它的总共有八个小节 后面一半的话 它的三下大对点会变成 就是high head跟crash 叠在一起的 这边打完之后后面又有 后面一半的过门要接 所以这边的顺序手脚协调会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要多练习这样子 最后的话就是副歌的最后一段 可以注意到大鼓抬满的那边 因为它有做一个crash 两个crash还有high head 就是轮流这样子 这样子的顺序 就是左边右边high head 然后左边右边high head 这种顺序 然后配合要回来打小鼓 所以这边的手脚协调也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其实练顺就好 那这首歌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